第256集 6月7日 承帝封赵飞燕为皇后 大赦天下 赵飞燕当上皇后以后 承帝对她的宠爱稍有衰退 而她的妹妹却受宠空前 被封为昭仪 赐助昭阳寿 居处中庭全用朱红索 而殿上则漆成黑色 门线全用铜皮再涂一黄金 台阶用白玉调成 屋内墙壁上带状的横幕 处处嵌有黄金环 环内箱上蓝田玉璧 明珠翠羽来装饰 其奢华是后宫从来没有过的 赵皇后居住在另外一个宫殿 跟侍郎和多子的公奴屡次私通 赵昭仪曾对成帝说 我姐姐性格刚烈 假如被人构陷 则我们赵氏就要绝肿了 趁氏哭得十分凄测 成帝相信了她的话 又报告皇后奸情的人 成帝就把她杀死 从此赵皇后公然自意宣吟 没有人敢报告了 然而始终不生孩子 光禄大夫刘相认为 国家的道德风化教育 应该由内及外 先从皇帝身边的人开始 于是摘录诗经书经所记载的 贤妃真妇是国家振兴家族显达的事迹 以及君王因宠爱嫔妃造成天下大乱 国家灭亡的故事 按次序编成猎女传 共八篇 并采录 传记 行事 著 心绪 说怨 共五十篇 书成奏请成帝阅览 他还屡次上书 谈论国家政治得失 陈述应当效法或间接的实施 前后上书数十次 想帮助天子观察正事 补救错误和遗漏 成帝对他的建议虽不能都采用 但内心却很赞同 常感叹不已 昌陵工程规划庞大施化 历史很久都未能完成 刘相上书说 我听说君王必须通达天地人三统 明白天命可以授予的人是很多的 并非只有遗性 自古到今 没有不灭亡的国家 孝文皇帝曾经赞美石棺果的坚固 张世之说 假使其中有人们想得到的东西 就是用铜铁交注南山 人们仍会遭出缝隙 死亡的事永远不会有完 国家有兴有废 因此张世之的话是为文帝做长远的打算 孝文帝醒悟 于是采用搏葬 安葬使用棺果自皇帝开始 皇帝 姚 顺 宇 汤 周文王 周武王 周公 坟种都很小 葬具极简单 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秉承命令顺从意志实行搏葬 这才是令君父平安的至为忠孝的做法 孔子把母亲安葬在房 分高四尺 严宁人继子埋葬他的儿子 隐蔽坟秋 低矮的几乎看不出来 所以说 孔子是孝子 而继子是慈父 于顺是忠臣 而周公能有爱兄弟 他们安葬君王 父母 骨肉 亲人 都很简单微薄 并非草率而实行节节 实在是为了便于实行 秦始皇葬在离山旁 堵塞了地下深处的三重泉 把坟秋堆的像山一样高 牧室里用水银做成江河 用黄金做成野鸭飞燕 珍宝的收藏 机械的巧妙 棺果的华丽 宫殿的宏伟 后世不能超越重现 天下不堪修灵 摇曳的困苦 纷纷反叛 离山坟墓还没修完 周章率领的百万抗秦大军 已打到离山脚下 项羽烧了宫殿乌鱼 木桐手持火把 到墓中寻找丢失的羊 失火烧毁了其中隐藏的棺果 自古到今 后葬还没有超过秦始皇的 然而数年之间 外寿项羽纵火之灾 内造木桐失火之火 岂不可悲 因而 恩德越深厚者 安葬越简陋 智慧越高深者 安葬越微薄 反而是 无德又无智慧的人 安葬越奢华 坟墓也越高大 宫殿十分红利 必然迅速被人挖掘 由此观之 明显与隐蔽的不同效果 安葬的吉祥与凶险 不是昭然可见吗 陛下即位之初 亲自推行节俭 最早营建的灵 规模很小 天下没有不称颂陛下贤命的 然而后来改签昌陵 把低下的地方增高 堆土成山 挖掘人民的祖先坟墓 累计达到一万多座 而又设立县意 修建房舍 期限急迫 工时费用超过万百 工程中死去的人 在地下寒恨 活着的人 在地上愁苦 使人无限痛惜 如果认为死后有之 那么铲除别人坟墓 灾害恐怕无法估计 如果认为死后无止 又何必把坟墓 修得如此之大呢 贤能的人 不会喜悦 而小民却怀无边的怨恨 假定只是为了使愚昧奢侈 使得人高兴 却又何必呢 请陛下上官圣明的制度 作为效法 下看秦朝灭亡的祸害 作为见解 预定目的的规模 最好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 安抚人民 皇上深为他的话感动